- 近日,周老板手底下的360,又搞了个大新闻,声称误惑了利用App直接攻击,我国和工业机构,长达八年之久的间谍组织来导咕,有人说这是360在摇沟, - 事情原本它就没那么玄乎,呵呵,咱们不参与那些无聊人们的争吵,没意思,倒不妨从此次世界,终于亏中国网络安全的现状。 - 一,中国网络安全现状,咱们先来,列举笔者精选的12个网络领域的安全大事件。 - 1.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,伊拉克空军的6台电脑,莫名其妙的停止工作,后建议是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美军赛博战司令部倒的鬼。 - 2.1999年,那联盟大使馆被炸,一群自发的爱国者群体红客联盟黑了白宫网站,把中国国旗第一次插在了美国的政府网站上3.2003年。 - 挪威19岁南海运用一个虚拟IP,成功的进入了NASA系统,查阅了绝密档案,随意更改了美海军内网的业务性数据,并导致美海军的大药伏计及武器调配,人员工资,一度出现混乱。 - 4.2005年,美商务部指责中国黑客潜入,致使美国商务部网站瘫话长达三天。 - 实任中国防掌曹刚川断然否认。- 5.2006年,伊朗核电站持续遭到战网攻击,不明如虫导致伊朗的零星机失去工作效能,形同制射,长达三个月无法正常工作。 - 6.2008年,俄格战争,格鲁吉亚军队的信息化指挥平台在战争初,其就出现瘫痪,导致旅团级单位与格军总部大部分失联。 - 后来查明,原来是俄军网络战部队下属十二大队的小血牛刀。- 7.2010年,美军队外正式宣布组建网络战司令部,并招募对网络方面有经验和兴趣的年轻人。- 8.2012年和2014年,我国的门户网站, - 熟星华网、腾讯网、搜狐网都遭受到了大面积瘫痪,非常令人耐人寻味的是,美国国务院亲自致信中央网信办,询问损失大不大。- 滑稽9.2017年,勒索病毒席卷全球。- 比特币这个吸引网红又火了一把。- 不过中国的高校和大部分机场却受苦了。- 10. - 同样是2017年,Facebook承认,众独好莱坞明星及5000多万民众遭谢。- 11. 今年3月份,危机简秘与美国政府官司在先。- 12. 英特尔公司被爆先骗有重大问题,又一个冷静门,您演员应该看得出来。 - 只非举的这些例子,都是网络安全对军事的影响。- 我国的国家网络安全现状不容乐观。- 中科院一理性博士笔记本,被安装后门软件砸三年之久却毫不察觉。- 郑州的国安人员竟然不能监控iPad武汉市政府的危机,被国外NTO组织安查案门。- 台湾间谍通过笔记本电脑,遥控指挥,让学生去拍停靠热战江的军典。 - 这些案例,无疑不告诉我们,网络安全是当今时代,一个新兴大国的命门,是军事发展的前期。- 二,中国网络安全的缺陷及部组比者还清晰的记得,Win8系统刚出来的时候,美国的一家私人房屋,安全公司用XP来对比。 - 几句本次的是,147次攻防实验中,XP抗住了89次,而被国人推崇的Win8只抗住了39次。- 这个结果,令人稀释不已。- 可见,信息化战场上的标准也只有一个。- 凝。- 装备本身的先进性家人员管理。- 管理信息化平台的人员本身也很重要。- - 过过长期以来,对网络安全,的宣传过于军逆,形式主义图读过深。- 对网络安全的宣传长期只停留于课本上。- 正确的网络工房在流程因为,防御,入侵,检测,打击,应急响应,人员管理,网络立板。- 众所周知,12个根服务器都在美国。- 握军只有根据Win9改良群网内容的启铃系统。- 而国产民用系统, - 却仍然遥遥无期。-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津津乐道的说上海的商费用外国费控软件吗?- 这就很说明一个问题,我军乃是我国。- 在网络软件领域方面,还是捉襟坚撑了点。- 笔者是导工科的,可以说一句实话,一些好的CAD工程制图软件,都要从国外全套购买。- 笔者认为,未来要想要突破这一块, - 未来还得依靠国防科大的抄战。- 三,如何攻防戴士大校说过,在敌人不进攻的领域设防是愚蠢的行为,而在敌人不设防的地方主动攻击,才是最高明的进攻,网络战中的。- 攻和防讨量的是大国领袖间的直立对抗。- 索性,我国的领导人清醒, - 得认识到了这一点,2015年7月1日,我国的新国家安全法施行,规定每年的4月15日,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,明确了政治安全,信息安全,网络安全法,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,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,等一系列政策出台。- 没有网络安全,就没有国家安全。- 笔者认为,要保证,以下三点, - 方能做到网络上的国家安全一。- 党、正、经机构的电脑,定期检查,有无监听案门。- 二,网络舆情,造谣的帖子,立即删除,并记录发帖子,将谣言传播者得到实质性惩罚。- 三,网络安全突发事件,应切断暴孔血腥场面的直播,例如715后的断网。- 四,外军网络战能力互联网次带生一时, - 就是与军事密不可分的。- 美军内部在1995年的时候,就搞了无数次赛博攻防战。- 因此,美军在组织安全,人事安全,软件系统开发和运营安全上,要远远强于我军。- 信息化离不开网络安全。- 美国空军一直埋头在搞AFRLRDHA - 即高功率电磁HPM技术。- 这说明,美的军用芯片的自我处理,极抵我识别能力达到了极致。- 美军自2010年,正式宣称建立网络战司令部后,- 下省会公开招募黑客人才。- 据俄罗斯导弹基地的技术人员分析,- 美的实现物理隔绝情况, - 下渗透到敌方指,回中心的能力。- 相比之下,曾经被网络断子,吹得天花乱坠的红可天盲,则显得力不从心。- 一些专家奔悉,外军在网络对中国的侦查行为日益猖獗,很多国内网民在上那种羞羞的网站的时候,你的SAT和SSL转网,就已经被敌方揭获。- 四,未来的网络战很多读者不明就里, - 盲目的极端夸赞,或极端点滴,更有甚者,某男孩大学的课生竟然叫嚣着掌握了百多的所有机密敌者评,这个人够狂妄,笑,这都是借乎可笑且不理智的行为,或者说,这部分人就是那些合不食肉米的人,我真的发展,不会因境外敌对势力的阻拦而倒退,更不会被一些实乐职的智障网友所左右, - 客观的对待我国的网络安全实力,是进步和发展的前提,不交不造,认清自己,才是王道,既不要妄自尊大,更无需妄自菲薄。- 要时刻清楚现在进入工业快车道,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,才能在工业4.0的浪潮里占据一席之地。- 未来的中国是信息化中国, - 信息化要离不开网络安全,由衷地希望未来的信息化中国,世纪不足,在接待力,银头赶上。 - 如果您看来 说服务的报道,佛颜安保安保安保护,再吧! 请用简介绍一下。 - 帮助客人的回忆内,公开导则封房转去。 - 计息化衛 role马远团 tet,我们会有的估训胃数担在买内满法前提,我们一下子的重衡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